刚刚有一个很棒很用心的问题说 为什么这边第一有一个1-sin 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 第二个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乘上cos 乘上sin 这个就是三角函式大家其实忘的差不多 所以为了建议大家对三角函式整体的一个概念 我把这个程式从无到有再重新再产生一次 而且这次我的重点是要让大家看到 到底什么叫做三角函式 所以我们写个缝回圈一样用float C está 是角度等于0度 然后 θ 的θ 的叠 比如说我们通常是 2π 所以±1乘上2 θ 的 加 等于0.01 我们一开始的函式开始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θ 的指是什么意思 θ 是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就需要画一个坐标系统 我们画坐标系统之后 我们先不要管1-θ 这个我们看不懂 我们现在只说如果有一个角度 我们怎么画出一个角度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里的函式头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 画点或画线的方法 我们现在开始画一些点 我就画一个Point 基本上Point可以画点 我们想要画的点是 请问Sida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我的写法 我现在试的是 250加上100乘上cosSida 250加上100乘上sinSida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画法 先看看这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画出来是一个大圆 你说1 我们先从简单开始做 什么是简单呢 我们只留下第一层4 跟最后一个有cosSida 如果我们这样看 换出来是一个圆 这圆看没有什么感觉 它只是个圆 可是我们就画很多个点 怎么会是圆呢 所以我们这边动个手脚 我们这边不要写0.01 我们写0.1 再看一次版本 我们要看三个版本 换出来有点细细的点描出来了 好像有点在描 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点在描 我们希望它看得更清楚一点点 我们让点慢慢的 从少变多 所以我现在写几个奇怪的函式 我把这个一样再注解掉 我们先试着看一看 里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Cida现在还没准备好 我们开始准备 我们说float Cida等于0 如果Cida是0的话 我描一个点 然后呢 我再做一样的层次码 我再复制一次 Cida 如果我讲Cida等于 那个π除上2 2分之π的话 也花1秒点 我们现在描两个点出来 我们看有哪两个点 以250 250座标有圆点 然后这里有一个点 这里有点 不过这样点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把这个点稍微放更大 因为放大 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这边 把这个点改成1LiPse 画个椭圆 这椭圆的长宽呢 是大一点点1 因为座标是一样的 座标是一样的 我在后面再加上 它的半径10乘10 让它 我们开始描一堆点 让大家对三角函数有点感觉 现在看出来三角函数 我们描一个点在右边 也一个点在下面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 很好笑的程式 程式最重要就是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增加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所以我把这个再继续做修改 现在做复制贴上 一样做复制贴上 我们的θ 如果等于π的话 实行结果会长怎样呢 如果右边有个点 0度 这是90度 180度 270度 其实这个就是 我给个度数 可以描述个点 这个点会以中心做基准 会绕圆圆圈圈 所以cosθ 最大 意思就是 它是个变化值 它会一直做旋转 它旋转的意思就是说 三角函数里头 cos跟sin 其实是两个三角形 我现在用小画胶 画三角形 让它看起来更有感觉 我们以前学过 在坐标系统 一定有两个x轴 跟y轴 两个轴 里头我们会画一个超大的单位圆 这单位圆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单位圆的长度是1 这个是1 然后这个坐标是0 然后这个坐标是-1 所以它有三个坐标值 一样是0,1-1 所以这是-1的坐标 y是-1,y是-1 所以我们在坐标系统 我们知道 这边有个y的值 这边有s的坐标值 然后通常我们会画一个箭头 不过箭头我们就先不画 因为箭头画得好丑 好,我们就先不画 所以s坐标,y坐标0 我们知道 当我们画一条斜线过去的时候 任一条斜线过去 一定有个角度 这角度我们以前有个习惯 我们画一个圆均圆加一个蛋 我说这叫c达角度 它会在这里 这个坐标点 这个坐标点 有个三条形垂直打下来 我们以前数学课教过一件事情 c达在这边 三条形是cosc达 cosc达是我们画一条很好笑的线 我用红色代表强化 cosc达就这样包一圈 叫cosc达 然后我再用一个绿色的线来讲 sinc达就是这边分支 这边叫sinc达 所以如果我们要细写一下 现在在写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强化大家的印象 如果这个半径是1 所以这个斜边就是1 因为一个圆半径都是1 所以每个地方长度都是1 所以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是1 它是单位长度是1 如果这个比例是1 那么这个x坐标 经过严密的计算 它叫做cosc达 c达怎么写呢 我写个0 然后我动个手脚 我画一个用云字笔正 等下再画一个线就写 这边我可以写一下 这叫sinc达 那为了怕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再稍微写一下 sinc达 翻掉了 写一次 这边再写一下 sinc达 然后呢 因为这个c达长得不是很漂亮 我就只要一支笔 偷偷这边画一个 因为我不会画一条横线 这是c达的角度 所以如果 我画太长了 再还用一下 c达的角度 如果这边有个角度是c达 这长度是1 那这个高度就是1分之c达 就是c达的 1分之sinc达 其实这是个比例 相似三角形 如果这个斜边是1 高度就是sinc达 y就是sinc达 横的这个轴呢 就是cosc达 也就是这个宽度是cosc达 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单位圆 做个很卑鄙的揍球角 我给它放大100倍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圆放大100倍 所以这个长度变成100 相似三角形 如果全部世界全世界都放大100倍的话 这cos也会再乘上100倍 cos乘100倍 sinc达也要再乘上100倍 因为所有斜边都乘上100倍 所以全世界都乘100倍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所有东西都变100倍 这个单位变100倍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圆变半径为100的话 这个高度就是100乘上sinc达 这个宽度就是100乘上cosc达 看完这个图 一个图在左边 一个乘字码在右边 再看一次 100倍乘上cosc达 100倍乘上sinc达 那么它就是一个圆的一个 其实就是对三角函式 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这些三角函式 我做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这个程式码 我要再给它全部铸截掉 帮助大家理解 所以这个我就给它铸截掉 铸截掉快速键 跟大家讲 这叫做comment 编辑comment 全部铸截掉 它就不见了 那我们开始写程式码 精彩在这边 有个sida 现在我们开始动手脚 把sida的值稍微改一下 我做什么事情呢 画一些线 画什么线呢 已知有一个线 在这里头 我希望它对250 250连一条线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开始看它画出来的线长怎样 要吓一条 好复杂的线喔 这个线画得太密了 我们希望这角度稍微微微修改 我们一次决定 一次移动 30度 我们想一次加3度 看这个线长怎样 诶 好像有点感觉 有一点点感觉 0度的时候 30度的时候 60度的时候 90度的时候 但是上下点好 所以0度306090 然后120 150 180度 所以每个度数 都会有一个三角函数的 垂线的值 那如果 比较讲究人 他还需要画出三角形 我们再把那个三角形画出来 一次画一个三角形 慢慢增加 所以我们这时候再加 加画两条线 画一条线 刚刚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sinecos的数值 我不要接到00 我要接到谁呢 我要接到楼下 y坐标 拉到250 s坐标保持原地 所以我把层次稍微修改完 就做完 就这个值 看不懂没关系 反正总之我们看到很多三角形 就有感觉 我们先看结果 很精彩哦 好像是一堆三角形 不同的角度 会画出不同的三角形 不同角度 画出不同的 这个角度 这个也是个三角形 这小子长得很高高的很瘦 然后这个三角形长这样 那角度太大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各个角度都会拉出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这个 就是cos cos 跟sin 的威力 cos 跟sin 用这个三角形来看的话 单位长度 这个s 的分量 是cos y 的分量是sin 因为三角形 sin 这样写 cos 这样写 所以我们要放它100倍 这就是放它100倍出来的结果 就一样是三角形 这个是长度为100 然后这就是cos 30度 sin 30度 cos 60度 sin 60度 cos 90度 sin 90度 就是cos 最高的1 所以所有角度就画完一次 这就是三角形的画法 先暂停一下